这所监狱有多变态 将所有囚犯依次举嘴相连 组成一条数百米长的人体物工 让他们全部共用一个消化系统 领头的是个能吃能喝的壮汉 而且消化系统发达 它的存在 关乎着后面几千号兄弟的温饱问题 想出这个办法的 正是这所监狱的典狱长 为了让囚犯们乖乖听话 他可谓是绞尽脑汁 能想到的酷刑的都用上了 可就算是这样 也依旧护不住这里的囚犯 每当他到监狱查房 囚犯们都会对他各种问候 上至祖宗十八代 下至他的生理器官 一个都不落下 于是气急败坏的典狱长 抓来骂他最狠的温生男 让两名狱警将他控制住 紧接着一刀下去 温生男就这样被剥夺了男性的象征 完事后命令厨师 将对方的宝贝做成了章鱼小丸子 再亲自撒上自然粉 装模作样祷告完后 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品尝什么神仙美味 把可把一旁的小胖看得恶心吐了 吃完饭后 他再次找到温生哥 想看看对方经过此事后 对他惧怕的鲁娘 谁知得到的依旧是各种礼貌性问候 神经病育长哪能接受这样的挑衅 掐着脖子就要送温生男上路 等医生将温生男救回后 不解气的他又再次掐住了对方的脖子 就这样反复对他进行折磨 很显然 典狱长以暴制暴的政策 并没有起到杀鸡静后的效果 反而使监狱的医院增加了不少病号 医疗支出费用也成了一笔烂账 这成功将周长吸引了过来 周长看着如流水般的账单 直接给他下了最后的通牒 要是两周内不能有效控制开销 就让他收拾东西滚蛋 典狱长表面上笑脸硬下 可等目送周长离开后 心里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 随即又找来一个倒霉蛋 想让他尝尝另一种酷刑的滋味 这个典狱长有多狠 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 直接抓来犯人绑在桌上 再拎起一桶不要钱的开水 面无表情地倒在了对方脸上 眼看一桶不够又接着一桶 囚犯越是痛苦挣扎 他反而越是开心 因为典狱长残忍的暴性 周长放下狠话 要是在不能有效控制之处 他就得收拾东西滚蛋 眼看时间所剩不多 这是一旁的小胖出了个主意 可以学习电影里的情节 将所有囚犯全部首尾相连 做成人体无功 这样不仅方便管制 而且每天只需要提供一份饭 就能解决所有人的温饱问题 有效节省了监狱开支 典狱长听后很是心动 为了方案能够顺利实施 他们找来电影人体无功的导演 以及监狱唯一的医生 共同商量这件事的可行性 医生看过导演提供的资料后 得出结论是百分百可行 完全没有任何手术风险 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典狱长又想出一个主意 决定在囚犯们的观影会上 给他们播放了人体无功第一集 里面残忍的画面 看得囚犯们直呼恶心 然而他们还不知道 接下来自己也会面临这样的处境 等放映结束后 典狱长拿着机关枪走了出来 一脸兴奋地告诉他们自己的计划 显然这谁能接受 于是囚犯们集体发生暴动 他们一拥而上冲出牢门 势必要捶爆典狱长的狗头 危急时刻 典狱长赶忙跑回办公室 拨打电话向外界求救 特种部队很快赶来 他们举着手枪将囚徒们全部镇压 趁着特种部队还在 典狱长拿起麻醉步枪 一边哼曲 一边给牢房的犯人注射麻醉剂 直到这一刻 他才充分享受到支配犯人的快感 很快就到了数前检查的日子 这时刚好有一个囚犯患有肠胃炎 正躺在床上一泻千里 典狱长看见后兴奋极了 当即决定 将评理最不服从管教的文声哥 安排在他的后面 而这次一项硬气的文声哥终于服软了 但是却为时已晚 典狱长一脸无情地拒绝了他的请求 对于那些老弱病残 不能进行手术的犯人 典狱长也没多废话 直接一枪将他们干掉 极省钱又省事 完事后 一场惊世骇俗的人体无功手术 正式开始 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变态手术 医生将所有犯人手尾相接 制作成一条千米长的人体无功 几百名犯人吃喝拉撒拳在一起 不仅如此 为了将他们更好的固定 还粗暴地将囚犯的膝关节韧带全部废掉 手段残忍到令人发指 等手术成功后 典狱长迫不及待地叫来州长参观 对方看着眼前的一幕 一整个震惊住 而旁边的典狱长则手舞足蹈 兴奋地给州长介绍自己的壮举 还表示 囚犯共用一个消化系统 完全可以节约一大笔经费支出 如果将犯人全部围成一个圈 那就形成了一个涌动机 只需要要给他们注射一些药水 就能保证他们的生命所需 紧接着 他又带着州长观看了死刑犯 他们在人体蜈蚣的基础上拔掉了四肢 从根本上杜绝了越狱的可能 而囚犯在刑满释放后 只会在嘴唇上留下手少数疤痕 并不会对正常生活造成影响 别人看到他们的疤痕 就会知道他们 以前是人犯蜈蚣的一部分 这又是一个让人畏惧的东西 目送着囚犯离开 典狱长开心地等待着州长的夸奖 没想到 等来的却是对方的痛批 说完就转身离去 此时房间里只剩下典狱长和小胖 两人心如死灰地坐在床上 一脸绝望的典狱长 准备开枪自杀 就在这时 眉眼力见的医生走了进来 无比兴奋地等待嘉奖 可想而知 他顺利成为典狱长的泄分对象 但没过多久 州长又走了回来 态度也跟着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不仅大肆人体无功方案的可行性 还说此举甚至能让他当上总统 不需要再做任何修改 等州长走后 典狱长开心地和财务拥抱起来 可另一只手 却又偷偷举起手枪 直接将财务抱头 也对 像典狱长这样自私的人 怎么会容忍别人和他共享功劳 这部电影是人体无功系列第三部 据说当初导演为了能够上映 足足删减了47分钟的画面 但尽管如此 还是强烈兼于大家不要观看原片 因为真的很重口味